山西面素文化由来已久 最早可以上述到春秋时期 民间俗称面人、面羊、花馍等 各地教法不一 形态各有特点 山西南部的文喜县 是神农后继架色之地 山西南部的文喜县 逢年过节 婚丧嫁娶 生日满月 每家每户都要制作花馍 因此文喜又被称作花馍之香 文喜花馍的制作最为精细 发酵水要提前一个晚上进行 捏形要经过搓、团、粘、杆、剪、切、扎、按、捏、卷等十多道工艺 花馍蒸好出炉后 趁热用食品色进行点染、描绘 就这样造型各异、色彩丰富的面素作品终于完成 近北人家共神所用的枣山颇为讲究 制作时把发好的面擀成大三角形 上面铺一层红枣 再用面做成盘云、盘龙、盘兔 如意文样 以五股杂粮点睛相比 蒸出锅来免饮酣事 大年初以迎神之时 供于神位之前 表达一种分一足食的美好愿望 旅梁蓝县、蓝城、北街的村民们 更是把面素做成了一种盛宴 每年农历二月十九这天 天还不亮 村民们便忙活起来 鞭炮异响 形态各异 色彩鲜艳的面素贡品 从各个小巷里穿行而出 等待检阅 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品 山西面素和碎石节令 密切相关 春节祭神要摆放早山、灭羊 清明祭祖的供品 济南叫舌盘盘 寒石节前后 人们会制作朝是春天来临的寒宴 至于在各个展现人生意义的仪式中 面素更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 山西面素 这项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艺术瑰宝 千百年来绵延不绝 在三晋大地上遍地开花 在黄土高原上熠熠生辉 这项散发着乡土气息的